老师 昨天美股留下一个历史最长的下影线 那今天的台股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说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1月25日 台股开盘在17890点开低走低 而在昨天美股则是开低走高 四大指数收盘是全数的来进行上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道琼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 最长的一根下影线 但是反观今天的台股 又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同志们大家好 昨天看美股道琼的时候 其实心理上 一半以上是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的那个点 我终于看到了 我终于看到了 那后来呢 他就一路拉上去 其实在1月19号的时候 我就有在在LINE上面跟大家讲过 我什么时候会预估做一个经常动作 待会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个人觉得这些非常的悬 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出来 各位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我如果跟大家讲 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我不晓得你们相不相信 我们先看我们今天的台股的表现好了 我们看我们台股表现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各位 今天一开盘就开低 然后随其呢 就一路下杀了 都一直在这个280点到320点 这个地方做一些震荡的动作 所以最高呢 大跌了343点 现在收盘呢 也不过在280 90点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危机 感觉起来好像还是在的 那到底台股可不可以 做出另外一个春天出来 那这个要看谁呢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好了 我们先看美股 对 各位我们看美股 其实以美股来讲的话 昨天它也是开低走低 一路这样走下来 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最低点 所以昨天美股最低点是多少 33150 33150 各位 美股影机是36000点到37000点 这个之间的 那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是33多 所以感觉起来 3000点就不见了 在美股道琼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里呢 却一路就拉上去了 收盘小涨了99点 各位99点 对于美股来讲 是很小 九牛一毛 但是各位 从这个低点 到这个高点 我们往这边看好了 这个是最高点 然后这个是最低点 这边的加减 就1100多点 它是一路拉上去 一路拉上去 1000多点 各位请问这个买盘力道强不强 当然是强的啊 一定是强的 所以说 它在最后的K线范围来讲的话 它留下了 这样子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的红K 那照道理来讲 我们今天的台股 如果说要做一个跟随 应该开盘 就算是开低又如何 但是呢 却越走越低 这个地方的原因 就要把拉给找出来了 然后呢 今天盘中 我就一直在看 我就发现 我现在讲这句话 以前我就讲过了 如果今天 有些人是 他们要做一个吃货的动作 吃 要进场 但是他心中 所设定的 那个筹码的数量 却无法显现出来 他吃不到 这个时候 他只有一个方法 抛砖引玉 我卖掉我手上的货 然后呢 希望 有人看到股价下来的时候 他手上有这档的个股 他也跟着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这个时候 他的出货的动作 他所出货 我就会去做一个承接 然后承接不够 我再出货 然后他在做一些 跟随的一个 一个出货的动作 只有这样子 我才能够达到说 我今天要设定 我吃多少量的一个筹码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基本面 去做一个造成动作的 但是或许你会想说 老师那如果是恐慌指数 跟利率上升呢 有可能 这个就有可能了 因为这也是属于 资本市场的利多利空的一个 商业商业讯息 那各位 我们可以 你如果说 有在家里看恐慌指数 跟那个利率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危机并没有那么大 他最大造成 美股跟台股最大危机 是在1月18号的开始 了解吗 因为道琼来讲的话 各位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1月13号 然后17号星期一 他并没有开盘 所以说一直就到了18号 这个地方的下跌是最大的 各位如果昨天 这个地方不要收下影线红K 这个地方的黑K就这么长 我就想清楚吗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不会是利率那个地方 所造成出来的 不会 已经不会了 这几天的会 这几天的会 上个礼拜五 我也把恐慌指数的现行 还有利率的现行 K线图 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尤其是在1月20号的时候 有出现了一个 拉回一个大黑K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就有做一个整理的动作了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台股 我们的台股呢 从1月17号 我告诉大家 我的台积电卖掉的时候 就从那天下跌下来 那我为什么要用台积电 来跟大家做报告呢 因为台积电是比较有故事的 因为他的有幸人士 都会比较有债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他在那个地方的范围 跟他去年110年的2月17号 那一个区间的 会有幸人士做一个乳法炮制 我在那天跟大家讲了很久 至少五次以上的乳法炮制 结果就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好 昨天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个 那个不是 台股在这个地方 季线 他留下了一个下影线 然后又留下红黑 如果比照昨天晚上的道琼 昨天晚上道琼 中那个下沙 再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有符合 有符合昨天我们家全 也有符合昨天我们的台积电 那为什么今天没有符合跟随昨天道琼 上来的那个买盘的动作 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不卖 我这样讲你们可以接受吗 所以从我1月17号开始 1月17号开始 我就在赖上跟大家讲 也帮大家做了一个持股一整加一 然后最主要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我说 我在1月19号 我告诉了 这个投资朋友 其他的话我都把它遮住 因为那些我觉得 什么赞赏的话 准的话 那个我就 大家就不用看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在下午1点01分 下午1点01分 这个是盘中 1月19号的下午1点01分 我告诉了这个投资朋友 我预估封关前两天才会适机 各位重点再几个字 封关前两天适机进场 不会随便进场 了解吗 因为以前我都会跟大家讲 我们大盘现在会跌到哪里 但是我发现的这一波呢 他们也没有一个算盘在 为什么呢 我曾经这么样的告诉大家 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 之前我有告诉大家 在12月10号的时候 我把整个大盘的趋势图 跟大家讲 他这次会突破新高 因为前两次的 18000点都没有来到 只差一点点而已 就是这个两个地方 都没有来到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这次他会突破新高 但这次突破新高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画了一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问号 我告诉大家 这个问号呢 我真的不能讲 我真的不能讲 因为这个问号代表了资金跟筹码 那所以说 现在他从这个地方 一路上去 创下了7月15号的高点的时候 然后就下来 各位 这边的下来 会不会把之前 要上去的资金跟筹码 做一个对称的动作 各位听清楚 对称的动作 如果是的话 那个会是一个买点 还是要提醒大家 整段话 我相信 不止各位投资朋友们没听懂 我本人也是没有听懂了 所以没有关系 听不懂的话 It's ok 非常的正常 就欢迎大家 直接的来帮我们扫完 营幕上方QR Code 或是书章9488 VBIP 那其实刚刚老师的话呢 我们帮帮大家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总结啦 总结就是 各位有看到美股这几天 包含上在昨天 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 在看完夜盘之后 来私讯老师说 怎么办 怎么感觉好像 今天感觉有戏喔 结果看到今天台股傻眼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欢迎大家 因为这接下来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各位了 所以麻烦大家 直接帮我们扫描 QR Code 或是书章9488 VBIP 记得留下各位 手中持股帐数 以及股价 最重要的是你们手机电话号码好吗 手机电话号码一定要留 拜托了 好 那我们回到了台股 今天的台股 很多人 投资朋友们都会担心 那所以 接上来是要一路的 到封关前 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嘛 那所以是 要一直 再往下吗 还是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相信各位都跟我一样 虽然我没有参与当中 但是这个的部分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我还是在这边跟大家讲啦 智团股票呢 今天有没有进场 没有 没有进场 为什么没有进场 我讲过的市集 有进场我就跟各位报告有进场 没有进场就是没有进场 但是智团个股呢 今天的震荡会不会很大 没有 今天我们台股虽然跌了300多点 最后收盘也在290左右 但是它的震荡没有很大 一点都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说的 它是一个底部标股 已经在底部的标股了 所有的筹码 或者所有其他的资讯 都已经在之前做了 做了动作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不会 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那现在随即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另外一种 反攻的动作 当然会 那现在就看什么 看一个时机 现在它所有的动作 都是为了等一个时机 而那个时机 也是我要做一个进场的时机 所以我今天没有进场 但是明天 会不会有机会进场 会有机会进场 各位 这个时候 你们就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了 还是要提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非常多人 LINE上来给老师第一句话 一定是什么 多少钱要进场 哪一支 我们提醒各位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然后呢 要看这一支股呢 能不能够进场 老师常说 不是现在预估价位 绝对会是在 可能开盘的时候 有可能是开盘前 盘中 或者是尾盘突然一拉 因为包含像中壘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也是在尾盘的时候进场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话 现在你如果不明白 不了解 手上的股票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话 你不想要开开心心的过年吗 我们也都很想要 所以麻烦大家掃描 每一步上方QRQ 或者书章94888 VVIP 今天的关键字 同样是底部标股加1 那其实今天的台股呢 会做一个拉回动作 老师昨天 其实有在跟 LINE上面 有跟几位的投资朋友们 来做分享了 包含像有一件事情就是 老师有说 这两天我可能 有机会要进场咯 请问您准备好了吗 其实这句话 总结给大家就是 每天台股 有可能要下杀咯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明白这个话中话 其实很多的事情 我不会去先入为主 不会 但是我一定会去先对 某些人士 做一个大胆的揣测动作 否则我就不会在1月19号 写说 写说我预估封关前两天 我才会事迹进场 各位 既然是1月19号写封关前两天 我就已经是百分之百确定判断 我们的台股跟道雄是会被拉回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我的判断动作 那第二个呢 到底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 直跌 直纹的买进讯号 而我看到这个买进讯号的一个征兆 跟以前 什么是节点 不要说我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因为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很喜欢问 其实他们都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很多的名词是各位没有听过了 各位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话我在那边说明的话 你们只会害了我而已 我就不说那么清楚了 所以说当我 我如果看到了 我如果看到了 我就会做一个决定的动作 而这个决定动作只有两个 一个叫做买 一个叫做卖 就好像我1月17号 688的台积电 我680的市就卖掉 而且我还服务了很多人 很多人 所以说各位 你们留在上来 我是做服务的 了解吗 我是跟你们讲 你们手上股票的状况如何 那现在这档个股 我相信明天如果 那个机会 那个节点被我看到了 各位 百分之百 我是一定会进场的 那同时要提醒各位 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 很喜欢用猜的 这边是台湾的股市 不是各位的casino 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进场之前 绝对要预判 哪一个时间点该进出 假设各位没有做到低买高卖 会很犹豫 今天早上才说到非常多 投资朋友们说 那我现在要止损了吗 这两天台股还会继续跌吗 台股跌 跟你的股票的股价有关系 但是台股不跌 你的股价也不一定跟台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假设台股涨 你的股价也不一定会涨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你手上个股的状况了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送给各位的底部标股 我们来看它的财报 各位现在看到是108年Q4 现在是110年的Q3 在这个地方将近有两年的资料 而它这个地方的数据 这个地方是0.21 但是在这个地方是9.03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9倍 基本财报 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动作 接下来看什么 各位 这个是昨天1月24号 也就是说这根K线是昨天的 昨天的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各位 这个地方的位阶 跟这个地方的位阶 几乎是很相似的 所以在配合有些人士 他们想要做的一个惯性动作 各位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现在就等了一个时机点 也就是说缺东风 东风到的时候 各位 这场个股 我就会做一个进场动作 所以明天 会不会是一个进场时机 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天 同时要提醒各位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 IC设计 IC设计 其中有一档呢 主持人真的特别帮大家问一下 这档我问出来他可能也会骂我 这个的代号叫3317尼克森 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档呢 等一下各位就会知道了 MOSFI的股票 我说过 如果是MOSFI 在电动车里面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支援了充电枪 跟充电桩 这个是对电动车里面 启动 发动的动作是最大的一个产品 但是在一个产业里面一定有分好坏 不是说这个产业每一档个股都是 涨的一样 不会 一定有分幅度大与小 在这个地方我会看的是龙头是谁呢 各位 我会看的是他 如果手上你有尼克森 各位我现在教各位怎么认识导游 你们一定要相信这句话 如果你们不认识导游 你们只认识你们手上的股票 你们会爆到莫名其妙 会爆到莫名其妙 怎么跌的 你都不晓得 我们看这档个股好了 假设说今天 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好了 不要说他的最高点 1月6号 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起跌的动作 刚那一档个股 是不是也在这个地方 跟他一样一路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手上有尼克森这档股票 为什么今天会跌 为什么这一天1月6号他会跌 然后我回去看一下 原来他的大哥已经跌了 已经拉上一线了 那请问隔天我要不要跟着大哥出 如果第二天你跟着大哥出 你后面这边你会亏损到吗 我现在交给各位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同步涨跌的买卖动作 了解吗 还是要提醒大家 假设如果各位不知道为什么 要看这个杰力的话 还是要提醒各位 很多人都说他也不想要知道 那也不想要知道 老师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5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我们的家人们 进场了这个电动车 大家都不想知道 好没关系 您只想要知道尼克森 接下来走势该怎么走 如果我们这样教您 您还是不会看 你想说今天都已经拉了一个 这么长的上影线 接下来该怎么办 提醒各位 萤幕上方QRcode或是书章 94888VVIP 回到我们的底部标股加1 还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还没有跟上 没关系现在错过了 不要再等待了好吗 因为昨天我们还没有进场 至于明天 老师会不会进场呢 也要提醒各位 底部标股加1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输入关键字 手上持股专数以及股价 最重要的是手机电话号码 因为老师必须要判断呢 是否能够符合您的投资计划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子丹 谢谢大家 我刚才rap了一把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今天关键字底部标股加1 错过了2021年的获利不可怕 错过这一档的获利 我觉得您才会真的害怕好吗 股市战国策今天也到这边 暂时的告一个段落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YouTube频道 以及粉丝赞的按赞订阅 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哦 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4919的新航 9月17号上个星期五 在18号就开直播送给各位 户居加一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来说讯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牌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股的动作 但是没有关心 强势的股票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先向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什么 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档克股 汉磊加一 汉磊加一 在我心目中呢 在电动车里面中高 它不算中高价格 我个人认为大三通价 在百元纪录户左右 它的目前的股票在130 但是它的趋势呢 我们看它的实体员现 各位 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屡创新高 屡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磊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天板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天板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2 1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 这样子你创新到的一个电动车 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 627的同心变 谢谢 4919的新唐 9月17号 上个星期五 在18号 我就开直播送给各位 故居加一 很多同志朋友 都有来说讯 我也非常高兴 而且我的节目 好像越来越多人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呢 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 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扯的动作 在这边我们可以有关心 强势的股票 永远是强势的股票 谢谢 各位 3707的汉蕾 它的趋势是 旅创新高 旅创新高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10月5号我也介绍过 也有汉蕾加一 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 10月5号之后 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 甚至涨停板 那昨天呢 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板的动作 未来的股价 我是看好的 你会问我说 吴老师 你看好到哪里 各位 它现在是2 1字头 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呢 这样子你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